圣炎法师元吉之后 法相开放外界调研的第二天 同时也是最后一天 许多人都赶来看他最后一面 而这个状况可以说是不分蓝绿 那么现在呢 包括了谢长廷 还有叶巨兰也前去瞻仰法相 详情如何 要联系记者朱寒宇 好的 圣炎法师元吉享受80岁 那么今天是开放外界瞻仰法相的第二天 那么在刚刚稍早之前呢 前行政院长谢长廷和叶巨兰 两个人双双献身 在法谷山这边来见法师最后一面 那么透过画面镜头可以看到呢 其实谢长廷和叶巨兰两个人 是不仅是拜拜 在见法师最后面 两个人还跪在地上行叩首未拜之礼 那么除此之外呢 其实稍早之前 尤其昏汉夫人也来到现场慰问之意 我们看一下稍早之前的访问 我很激动 不是第一个感受是什么 心里还蛮苦 心里难过 很舍不得 事物对我们两位都很好 所以我们跟他的互动 没有在公开场合 各位也许不知道 但是私下电话啦 或者其他的互动感觉 他对我们两位 好的我们会看到呢 其实游戏困的心情 真的是相当相当的沉重 那么其实游戏困的夫人杨宝玉呢 她还特别提到 在师傅原集的那个晚上呢 她盯着电视新闻的画面 整整无法入眠 她讲到师傅真的是一直哽咽 快要说不出话来 那么除此之外呢 那么稍待一会前副总统李源处 也会来到现场呢 有最新画面 中间新闻将会为您持续插播报道 把镜头交换给彭内主播 好的感谢韩瑜来自法库山的最新联系 另外来看看同样是最新消息